我们刚刚已经通知了游行的申请人 警方是会反对他们的游行申请 我们反对的理由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就是游行路线 游行路线是经过青山公路、元朗段 在元朗市最主要的干道 而且是该马路的来回行车线 都有轻铁行驶 一旦有游行人士不闯轻铁路轨 接触到公压电纜是有机会对附近人士的安全构成威胁 游行的终点也处于元朗站 一个公共运输的交汇处的巴線总站 即是元朗西铁站的地下 附近有数条村人群好 有可能也无可避免会被逼入周边的村落或者商场 届时要有效分隔双方我们觉得是非常困难 第二个原因就是公众安全 游行人士与一些元朗的居民潜在着一些敌对的感情 我们也担心游行人士如果在当区示威的话 双方会发生冲突和暴力事件的机会是相当之大 第三个理由就是社会气氛 所以除了元朗区的居民 其实各界人士对于星期六游行的安全问题 表达了强烈的关注 甚至反对游行 如果警方仍然批出不反对通知书 就是不顾民意的做法 感谢观看